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国单日新增命令连续第二天达到660起 其中沙巴占了429起 击打113起 雪州68起 今天再增加一个感染群 雪兰儿落实有条件型管令 因此坐落在雪州范围的巴胜南区之前实施的管制令自动取消 国家王公正时 基于疫情关系 国家元首索达罗拉已经展颜会合预约 未来两个星期不会见客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的单日新增病例再次突破600起 和昨天一样达到660起确诊病例 其中6起是净快输入病例 其余都是本土病例 沙巴占了429起 击打113起 雪州68起 今天再增加一个感染群 同时我国今天新增4起死亡病例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660起确诊病例 其中654起是本土感染病例 6起是境外输入病例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云上指出 今天新增了654起本土病例 有429起在沙巴州 几打州113起 雪兰额68起 槟城17起 吉隆坡12起 今天新增一个感染群名为根扎纳感染群 这个感染群来自雪兰额 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17540起 我国今天新增4起死亡病例 死者都是来自沙巴州 累计死亡病例增加到167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达233人 目前累计康复出院的人数有11605人 目前还有多达5768名确诊病患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108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35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罗斯伊斯曼萨比指出 随着雪兰额今天起落实有条件行管令 因此坐落在雪州范围的巴胜南区 之前实施的管制令自动取消 目前还在居家隔离的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曼萨比指出 巴胜南区是从10月9号开始落实有条件行管令 为期两个星期 但是随着雪兰额州从今天开始落实有条件行管令 因此巴胜南区之前实施的管制令将自动取消 另外他也说 昨天宣布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场所的标准作业程序 只是建议相关的标准作业程序将由宗教局定夺 而在疫苗还没有面试前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继续蔓延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病毒传播者 因此他提醒民众保持自律和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阻断病毒传染电 我国疫情严峻教育部今天宣布住在有条件行管令 或加强行管令地区的学生禁止到其他地区的学校上课 以遏制病毒扩散 教育部在文告中指出 除了学生以外居住在有条件或加强行动管制令地区的教师或讲师 如果任教的学府不在这些地区 需要出示工作证或雇主许可信函才能到校上班 至于师事学院或大学预科班学院的学生 在期中假期结束后 也不需要回到这些地区以外的学府 直到居住地解封为止 文告提及 疫情红区内的学校必须停课14天 这段期间 学省教师或讲师不需要返回学校 执行居家执教和上课的模式 只允许必要服务的工人 包括清洁工人和保安人员 以及社间和宿舍食堂工人到校上班 与此同时 允许家长接寄宿学校宿舍的学省返家 但是必须遵守当局制定的指南 另外 教育部允许参与国际考试的学省应考 并允许学校展研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浴室 今天是雪龙及布城落实有条件行管令的第一天 对此本台特别走访吉隆坡一带 视察情况 发现无论是跨线或出门采购物资的民众 都有遵守标准罪程序 下来跟随本台记者脚步了解实际的情况 就在有条件行管令落实的第一天 本台记者走访了平日人潮繁杂的 布吉平当地区发现当地的车流量明显减少 交通也相当顺畅 据了解 执法单位已经派出十名警员和三名军人 在当地驻守 并且设置路上 以确保民众都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其中一名执行人员表示 目前当局并没有发现违规司机 所有跨线的人都有携带批准信函 这也证明了在经历过上一次的行动管制令以后 民众已经有能力迅速适应 与高度配合政府的指示 此外 在有条件行管令期间 警方也会在Jalan Lok Yu Jalan Anbang Jalan Bahang Jalan Yibo 和Jalan Kuchin设置路上 并且到邻近的商店展开监督行动 与此同时 记者也走访了Jalan Masjid India 发现当地商家如常开业 并且都有按照规定 指示顾客测量体温 记录个人资料 以及戴上口罩 而当地的餐厅和十四 同样严守标准作业程序 提醒顾客 每张桌子最多只能坐两个人 当地商家纷纷表示 这次的有条件行管令 显然已经放宽许多措施 商业活动依然可以如常运行 让商家们能够安心营业 据了解 即日起在吉隆坡 雪州和布城落实的有条件行管令 将会持续到10月27号 而政府落实这项措施 并不是要为难民众 而是为了全民的福祉 以阻断病毒的感染链 本台记者今天也走访了布城一带 视察道路情况 了解我国行政中心布城 在落实有条件行管令后的情况 一起看看 目前 警方在布城一共设立了四个路障 分别是北路前往嘉颖 蒲种 南路前往龙溪 以及圣桃沙路前往龙布大道 相比复苏式行管令 布城在有条件行管令开跑第一天 测流量比以往大幅减少 如今人人手上都必须要有 雇主证明信函 或者警方批准的信函 才可以通行 截至今天中午 本台记者在现场没有看见民众 因为违反标准作业程序 而遭到警方采取行动 被警方指示折返的人 也少之又少 凸显了国人积极遵守条规的精神 一些受访民众指出 尽管雪龙和布城实施有条件行管令 对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非常不方便 但这也是政府积极实施防疫措施 以便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因此他们支持这项措施 并对我国的疫情保持乐观的态度 雪龙和布城今天落实有条件行管令 为了协助有需要跨州或跨县的民众 警方在脸书发出通行证表格 民众可以在填写表格后 交到附近的警察局 获得审核后 就可以在通行时出示给警员检查 警方在脸书指出 为了配合政府在雪龙和布城实行的 有条件行管令 这份表格可以方便民众申请通行 以便在跨州和跨县上下班时 可以获得警方批准放行 不过有关申请只允许四种情况通行 分别是处理疾病或者丧事 处理紧急事件 从其他州属进入有条件行管令的州属 以及来往第一第二吉隆坡国际机场和书邦机场的人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到Police Diraja Malaysia的官方脸书 在贴文内寻找链接下载 警方也敦促民众要时刻遵守防疫措施 以阻断病毒感染的风险 吉隆坡交赖警区总部在有一名警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至今这个主要是警员确诊的拜都立感染群 已经有19个人确诊 吉隆坡总警长达多塞夫也证实 还有一部分的警员在等待检测结果 吉隆坡总警长达多塞夫表示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警员已经被送往双溪毛诺医院接受治疗 虽然至今有19名警员确诊感染 但是交赖警区总部和警局还是如常运作 至于警局内曾经和确诊感染者有接触的警员 都已经接受了冠病检测 有的结果已经出炉 有的还在等待检测结果 塞夫也强调 警局上下人员将会严格遵守防疫措施 共同对抗新冠病毒的肆虐 报道指出早前有一名巡警确诊感染 卫生部上个星期在追踪密切接触者时 先后安排了38名警察进行冠病检测 检测结果相继出炉后 其中有17名警员证实受感染 包括一名毒品罪案调查组的查案官 15名巡警和一名福利小组的警员 随着槟城爆发监狱感染群 国家安全理事会今天宣布 从今天午夜开始 槟城监狱和监狱宿舍将会全面落实 加强行管令直到10月27号 在这期间所有涉及人士都必须待在家中 卫生部将会为他们进行病毒检测 据了解这项加强行管令将从10月15号开始落实 直到10月27号 涉及对象仅限于槟城扣留犯监狱和东北县监狱的官员宿舍 当中包括2306名囚犯 304名住在宿舍的狱警和家人 以及220名住在宿舍以外地区的狱警和家人 在这期间警方将会在军人 民防部队和职员警卫局的援助下 在有关地区行使管制权利 当地的所有出入口将会被关闭 而监狱的官员和狱卒将禁止出入 除非在个别的情况下得到军警的批准 此外 访客或是外人也被禁止进入有关范围 所有居民一律不得离开住家 除非发生紧急事故 像是伤病 家人逝世等等 同样需要得到军警的批准 另外 当地所有的祈祷室 清真寺 宗教活动和学校将暂时关闭 所有经济活动需暂停 宗教 社交 休闲 文化和运动等一律被禁止 尽管如此 宾州政府将会在东北县天灾管理委员会的协调下 负责分配食物给当地居民 促警民众切勿感到担忧 国会下议院会议将在11月2号复会 全体国会议员再次受处 在出席会议前 也就是国会会议召开的三天前 必须接受检测 任何没有接受检测的议员将被禁止出席会议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aki Yudin昨晚在脸书贴出 由国会秘书Nizam发出的信函 指国会下议院决定在10月30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 在国会主要建筑物的停车场通道 为国会议员进行冠病检测 而有关的检测是以得来诉的方式进行 第14届国会下议院第三季第三次会议将在11月2号复会 会议将召开27天直到12月15号 财政部长Danguzabro将在11月6号向国会下议院提成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 根据国会秘书所发出的信函 来自沙巴的国会议员需要根据国会秘书在10月9号所发出的信函 接受冠病检测与隔离 至于来自其他州署或在沙巴实施跨州限制之前 已经离开沙巴的国会议员 只需要在指定的日期进行冠病检测 不需要隔离 过去两个星期的内阁会议因为首相和多名内阁部长进行隔离而取消 今天内阁会议改为线上会议的方式进行 首相Danguzabro也在内阁会议前通过视讯进见国家元首 Mufidin在推特和脸书指出 由于他无法亲自到王宫进见国家元首 因此他决定以视讯的方式进见元首 也同样的以视讯的方式召开内阁会议 目前有多名部长 包括国防部高级部长Dodosri Ismail Sabri 财政部长Danguzabro 内政部长Dodosri Hamzah Zanuddin 和外交部长Dodosri Hishamuddin等等 都是在沙巴州选举驻选后居家隔离 无法亲自出席内阁会议 因此这一次内阁会议以视讯的方式进行 以免新冠肺炎疫情恶化 随着人民公正党主席Dodosri Anwar 和巫统顾问理事会主席Danguzabro 昨天入宫进见国家元首后 国家王宫今天证实 基于疫情关系 国家元首Soudabro已经展延会科预约 未来两个星期不会见客 据路透社报道 国家王宫王室总管Dodosri Hishamud 指出 配合吉隆坡雪兰俄和布城 即日起实施的有条件行管令 国家元首已经展延 未来两个星期的会面 并且在有条件行管令结束后 国家王宫才会决定新的会面日期 这也意味着人民公正党主席Dodosri Anwar 的变天行动结果将再次展延 据了解 安瓦是在9月23号时召开记者会宣称 已经取得绝大多数令人信服的国会议员之时 可以成立新政府 不过由于国家元首在9月21号时 进入国家心脏中心并且留院接受治疗 致使安瓦与元首的会晤必须推时 而国家元首在10月2号出院后 并没有立刻召见安瓦 而是在10月13号才和安瓦会面 一名前部长的政治秘书 在工程招标中涉嫌收取贿赂金 高达500万令吉 明天被控 疑似患有精神病的父亲杀害8个月大的儿子 还用研发涂抹婴儿全身 嫌犯背负7天 华语新闻稍后继续 明天被 αν世界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行单位的报告中表示 有关计划会及多个阶层人士 包括 B40, M40群体 以及事业,事故和企业家等人士 按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疫情冲击 全球的航空公司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 对此航空咨询机构分析师建议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需要进行重组 以降低公司的营运成本 进一步解除这场贷务危机 点赞 订阅 项目 他表示 现阶段全球各大领域同样面对重重挑战 各大企业都需要进行财务重组 以弥补疫情所带来的巨大损失 尤其在过去的星期四 财政部长邓顾泽富已经强调 现阶段政府并没有打算注入任何资金 帮助我国的航空公司度过这场危机 一名前部长的政治秘书涉及一项工程招标的贪污案件 涉及的金额高达500万英级 他将在明天被带到吉隆坡法庭面控 反贪委会调查主任达多诺拉斯兰证实 这名大约40岁的前部长政治秘书 是在协助承包商获取一项工程的时候 透过多个交易接受贿赂款项 最终遭到反贪委会采取行动 他将在明天和23号在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6条文下 分别到吉隆坡法庭和山岸南法庭面对多项控状 除了他之外 当局也在有关部门旗下逮捕三名涉案的官员 他们将在近期内被带往法庭面控 吉兰丹发生一起父亲杀害八个月大婴儿的案件 该名嫌犯疑似患有精神病 在杀害自己的儿子后还用盐巴涂抹婴儿全身 目前警方已经将他逮捕 延后七天以协助调查 吉兰丹总警长Shafin指出 该案件10月13号发生在万节县钢坊双溪都亚 40岁的嫌犯已经遭到警方逮捕 他表示 调查期间 嫌犯只是说明在杀害孩子前听到了天使的声音 其余的时间都拒绝发言 contributors 沙芬表示 警方在死者身上发现多处伤痕 包括颈部疑似有被人掐过的痕迹 虽然身上没有流泻的伤口 但是全身却被涂抹盐巴 而主要的死因是被盾气所伤 但是警方在现场没有找到凶器 此外 该名嫌犯今天被提控上万劫法庭时 还一度以要祷告的借口拒绝下警车 拉锯十分钟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他指出 警方援引刑事程序法典117条文 向法庭申请还押令 严扣嫌犯7天 以等待验尸和精神报告的出炉 同时 警方已经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条文 开档调查有关案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张忠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